Hello, 大家好, 今天繼續回來拍這個限談系列 很久都沒有拍過限談系列, 所以今天就來拍一拍 今天的主題就是圍繞著可能打遊戲 就是看看可能打遊戲對我來說究竟有什麼特別 或者是打遊戲為我帶來什麼改變, 轉變 首先我要說一下我自己打遊戲, 打了多久 其實也有十幾年, 我想即使往後應該都要繼續打 不會說打得很瘋狂, 不會停, 不斷打 如果我停了的話, 大家會沒有影片看 還有我覺得最特別的是, 其實打遊戲 只要你不是太過量, 不是那些什麼ER的手機遊戲 即是現在的手機遊戲可能要投放大量的時間 投放大量的金錢, 然後再經營 即是這一類, 正正常常可能偶爾打都可以 我自己覺得 剛才說過了, 我打了十幾年 即是叫做看著這個online game, 看著遊戲 即是這個遊戲裡面由慢慢, 可能一開始一些online game online game, 然後變成魔手爭霸 然後是CS那些, 什麼紅色警戒那些什麼東西 接著就是魔手爭霸 魔手爭霸之後再上可能是LL那些 接著之後可能是一大堆MMO的遊戲 或者是一些不同各種各樣的單機遊戲 Steam的遊戲 或者其他不同遊戲平台的遊戲 都開始慢慢蓬勃起來發展起來了 而這些遊戲究竟改變了我什麼呢 其實我玩的遊戲都不是很多 大家都知道我玩的遊戲不算太多 也不是每一隻都是大作 也不是我主打大作 如果你說某一隻, 可能武師3是大作的 但其實我沒有玩過武師 因為始終感覺上不是我喜歡玩的東西 不是我喜歡玩的東西 因為我也蠻看那隻遊戲有什麼特別的 就是有什麼不值得好玩的地方 我不是那些看畫面 就是有些人可能是很著重畫面的 很著重畫面的一些流暢 或者是一些畫質上要高清, 要有60fps 那我也不是的 除非他真的劇情懶得很厲害 然後畫面又差, 我就會把畫面出來說 明明去到什麼PS那些 然後去到2020年或者2019年 都還是用這些畫質的話 那就死定了 我都會說過這些東西 好像《The Last of Us》那些我都說過 但其實我比較著重 可能是一個遊戲的劇情性 或者是一個... 一些創造的能力 其實遊戲帶給我的東西都幾多 遊戲帶給我的都幾多 就是我會覺得... 除了... 就是打遊戲可能好像很負面 或者是一個... 不是這樣... 你聽起來 已經覺得... 又是打遊戲 又是打遊戲 可能有些女生聽到 打遊戲有什麼好玩 不過不是, 其實新一代 應該大部分的女生都會打遊戲 對 因為沒什麼做嘛 沒什麼做的話 打遊戲是一個最好的娛樂 就是... 如果你不需要課金的遊戲的話 其實打遊戲是一個很好的娛樂 不需要太高消費地去玩 打遊戲的話 其實真的要看你打什麼遊戲 首先以我為例 Gundam Online為例 Gundam有些人可能不知道是什麼 高達Online就是一隻50人 打50人一個即時的對戰遊戲 就... 50個... 雙方都有50個 總共有100個玩家 在裡面的地圖對決 其實最特別的地方就是 你可能會覺得 那50個人裡面 我都不是佔很重的比例而已 但其實... 其實... 就是不要這麼想 其實那個玩法都幾有趣 可能... 你可能覺得自己好像... 沒有什麼作為 在那個隊伍裡面 但其實可能做少少東西 可能少少的舉動 可能已經救到整個戰局了 所以其實... 是很有趣的 可能一點點變化 就可以令到那個戰局 扭轉局勢 可能原本你是劣勢的 然後可能一個少少的舉動 就可以扭轉局勢 又輸便贏 那我覺得... Gundam Online這一個 是代表一個很重要的訊息 就是... 嗯... 千萬不要說... 因為自己太過... 渺小的存在 所以就... 沒有什麼動力去做其他事情 但其實很多... 是... 都是一個很重要的戰力來的 在打仗上來的 這遊戲是一個策略型的遊戲 這遊戲是挺有趣的 而其他那些的話 其實... 有些Online遊戲都是屬於互動形式的 我自己都玩過一些互動的Online遊戲 好像跑Online那些 其實都是一種... 互動的形式來的 那這些遊戲究竟有什麼好處呢 其實這些遊戲的好處的話 其實是不是真的跑步 是不是真的玩那隻跑Online真的跑步呢 但是... 就不是的 我覺得會是... 跟人聊天的... 機會會比較多的 還有可能會學會怎樣跟人聊天 因為有時候... 未必真的好會跟人聊天 有些人是不太會跟人聊天 或者很容易得罪人的話 那我覺得... 有時候玩這些... 聊天比較多的遊戲 其實是好的 你可能會慢慢察覺到 或者慢慢去掌握到 怎樣跟人聊天的技巧 那... 一些聊天的遊戲是很適合去鍛鍊的 那跑Online就是其中一種 因為跑Online... 我想... 去到最後... 你跑一定會滿 就是你跑都會有停下來的一刻 那停下來的那一刻 可能就會找人聊天 聊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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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 聊聊日常生活的東西 然後慢慢鍛鍊你的社交技巧 那... 我覺得跑Online是一種這樣的遊戲 而另一種的話呢 就是... 黑色沙漠 也算是... 很大轉變 我覺得黑色沙漠對我來說 黑色沙漠是一種超大型... 就是... 很多不同系統的一種 MMO的一種遊戲 用的時間都比其他遊戲多 只要你玩到黑色沙漠 其實你其他遊戲都不用玩 因為你會... 可能很多時間都會放在黑色沙漠上 但是... 其他遊戲裡面的娛樂元素 或者一些不同的一些... 系統 太多東西玩 太多元素可以玩 所以你根本抽不到新去玩其他東西 還有黑色沙漠帶給我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訊息 其實... 因為它裡面有一個叫做市場的東西 就可以買... 買一些東西 然後放一些東西 但是呢... 它是... 有一個監控的 可能... GM那些可能就會有監控 譬如是... 它有設置到那件貨的最低價 或者最高價 不會讓你胡亂炒 或者怎樣的 它有這個最低價 就設定 設定了 但是它那個高價呢 有機會是未到那件貨的最高的 其實黑色沙漠帶給我一個很不同的遊戲的經驗或者經歷 真的... 我真的沒試過有一隻遊戲 是說要一個月才可以做到一件事 就是... 譬如... 譬如你在minecraft那裡 minecraft的話你要做一隻船 那你都是說五個木頭 或者你建一間屋 都是有一定... 都會有完的一天 可能兩至三天 頂盡 除非你想做好大的那些 但其實頂盡兩三天已經完成了 但是黑色沙漠不同 黑色沙漠如果你想做一架船 那架... 那架... 那架的重範船 是需要用到一個月的時間 就是... 因為它每一天都會重置一次的任務 然後呢 你每天都要改一個任務 持續一個月 不知道三十日還是四十幾天 然後就可以才做到一隻船 那架... 簡直是... 顛覆了我... 玩一些... 這些遊戲... 就是... 顛覆了我玩這類MMO遊戲的一個 認知 我猜不到... 原來整一隻船機要一個月的時間 那... 其實可以看得出 其實那隻遊戲都... 嗯... 就是... 挺特別的 做一件事要整個月 然後還有另一件事就是... 那隻遊戲呢... 都有賺錢的 是的...都有賺錢的 但是呢... 最大的問題就是... 其實賺錢... 來來去都是那幾種而已 然後它每天賺的錢可能都不是很多 那變相就是什麼呢? 變相就是說你每天都要做重複的東西去賺錢 譬如我是打怪賺錢的 那你每天就可能只是打怪 或者你可能是... 釣魚賺錢的 那你就是打怪和釣魚在那邊交換 在那邊互換在那邊慢慢賺錢的 那其實這個賺錢模式呢... 我覺得很像一種真實上班 是的... 因為... 我在黑色沙漠賺錢究竟有什麼用呢? 就是為了買東西 就是為了買某些武器 一些... 嗯... 一些坐騎 因為在黑色沙漠有些坐騎 例如是一些幻想馬 什麼叫幻想馬呢? 就是可能有些特殊能力的馬匹 如果沒有特殊能力的馬匹 就只是可能只有衝刺 加速那些 那賺錢來 就是為了買一些裝備 或者買一些物品 對比回現實生活 其實是真的好像現實世界的 那隻遊戲 你想買一些... 可能買PS5 或者買一些... 換電腦 那你就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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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班一個月 然後你就可以出量 然後你就可以買那部機 或者買那些什麼 其實我完全... 完全... 就像黑色沙漠一樣 然後它帶給我一些什麼的訊息呢? 就是... 千萬不要覺得... 悶或者怎樣 只要你堅持下來 你就可以買到你想要的東西 黑色沙漠帶給我一個這樣的訊息 就是... 不要覺得怕悶 不要覺得怕悶 只要你堅持你就做到 其實這個都應用在我一些... 一些... 壞習慣改變 或者是運動方面 因為... 只要你想到... 其實每天都做都不是很辛苦 因為你玩黑色沙漠都每天都做 每天都做 每天都做同一樣的東西 重複的東西 因為它賺錢就是只有幾種手段 而... 就是說賺錢有很多種 但是最賺錢是真的只有幾種 所以你就會不斷不斷重複重複做同一樣東西 然後就慢慢... 嗯... 我收到一個這樣的訊息 就是說... 嗯... 如果你... 能夠堅持下來 其實... 你就可以獲得到你想要的東西 黑色沙漠帶給我一個這樣的訊息 我會覺得... 至於其他的遊戲 可能是Minecraft 或者是一些不同類型的遊戲 其實都可以學到一些很多不同的經驗 所以我經常都說呢... 遊戲... 就是遊戲人生 就是當... 打遊戲其實是吸取一些人生經驗 雖然... 感覺好像很誇張 但是其實某一部分的遊戲 的確真的可以學到東西 但是最主要是看你選擇哪一類型 如果你是選擇一些... 什麼LL 或者大集結那些 可能就比較... 講一些團隊合作 那這些相對地可能有一些隊友的時候 才可以發揮到 才可以學到一些有用的東西 否則如果你單排的話 其實... 只是普普通通學一些個人的對戰技巧 就不是... 就可能不是一些溝通技巧 這一方面就... 看回大家 看回你... 可能打遊戲你想做... 你打遊戲是為了什麼的? 純粹解壓還是你想... 打遊戲之餘又有些... 小小東西學一下 有不同的得著 那這個呢... 就看回大家有什麼的目的了 因為每做一樣東西都有目的 打遊戲呢... 其實我自己覺得... 打遊戲呢... 沒有目的... 有沒有目的都不要緊的 但如果有目的就更加好 就是... 設定一個目標給自己 或者目的給自己 你究竟打你的遊戲 你究竟想得到什麼 如果你沒有東西想得到 那你就只想... 只想... 只想娛樂 都可以的 但是就... 我自己就傾向是前者 就是想打遊戲之餘 就得到一些不同的... 經驗啊... 有些什麼的目標 有些什麼的目的 那這次限談系列就是這麼多了 其實都... 比較氣的一個話題 不知道大家有什麼看法 對於這個限談的一個主題 不妨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我們下次限談系列再見 各位拜拜